万万没想到身为国家运动员的我 如今40岁就戴上了呼吸机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最近开始打汗 医生说我是因为呼吸道问题 吸不进气需要终身佩戴呼吸机 我睡觉一度吸不进气长达6分钟 10月12日 原中国体操运动员杨威更新社交动态 发文称自己曾经撞树的运动员 如今戴上了呼吸机 杨威透露自己最近开始打汗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因为呼吸道问题 睡觉时吸不进气 他称这种情况一度长达6分钟 情况十分危险 如果再多憋气一会的话 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杨威对此觉得难以置信 但也只好听从医生建议 终身佩戴呼吸机 女星陈乔恩也曾因睡觉打汗登上热搜 事后陈乔恩称自己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如果是深度睡眠的话 一个小时会中止呼吸25次 每次大概会长达50秒以上 因而不得不做了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